謝謝局長,麻煩請 請局長 委員好 局長好,我想今天大家也很關切 雖然我們要解凍 其實解凍的報告裡面也提到 其實我們對於很多的公務人員 或者相關的人員到大陸地區 其實都有掌握相當的情資 也有特別請行政院做控管 寫了洋洋傻傻 不過就上週的成坤山的事件 其實也讓我們有點破功了 所以我在這裡想要提出來 就是說其實成坤山本身 他是一個應該是一個恐進雷達的專家 那恐進雷達其實對於我們可以顯示 一些高解析度的圖像 那其實他也廣泛的應用在我們的搖桿 跟很多的我們地圖測繪上面 那在國防上面其實他可能也安裝在我們的 飛機跟衛星上面 對於很多可以搜索的目標 他有高解析度圖像的能力 那他具備這樣的專才跟能量 雖然國安局跟國防部一直口口聲聲的說 他參與的只是很基礎的計畫 不過就他參與的這些計畫 其實20年來還有他本身的專業 其實我想對我們國家其實是有相當的影響 尤其是我們的國防跟國安 我認為還是有相當的影響 因為舉個例子來說 像那個前學生 就是中國的導彈之父 他當初從美國回到中國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帶著他的智慧跟他過去的經驗 他就把那個中國的第一枚導彈研發出來了 現在中國的導彈部隊也讓美國被感威脅 所以我相信其實陳昆山本身 他會被中共重視跟吸收 他一定也有相當的能力 即使像你們說的 像國防部說的 他只參與基礎的一些規劃研究好了 至少他對我們台灣 不管是國防 國安上面的很多的 我們的可能搖桿的程度技術 還有我們的一些對圖像的解析能力 他都有一些有相當程度的能力 所以就這個部分 局長您的看法怎麼樣 是真的完全都沒有影響嗎 就我剛剛舉的例子 他帶著他的腦袋 帶著他的專業背景 帶著他過去的經驗 帶著他對我們台灣這些計畫的了解 他對台灣都沒有影響嗎 不過委員您說到非常關鍵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 中共導彈之父前學生 我個人是研究飛彈 前學生從研究導彈的基礎建立 他成立了十一個研究所 這十一個研究所各自不同分業 但是各自不涉及領域 換句話說 他把所有的機密 他把它分成不同的等份 你今天探測不到全貌 陳坤山教授 他是合成孔徑雷達這方面的專業 合成孔徑雷達從不同的波形 從不同的波段 不同的頻率 不同的頻率之中 他去探測沒有光 但是能夠辨識出目標 局長 所有的計畫 所有的計畫都是累積 你剛剛說的分開跟切割 那個也是一樣 因為你導彈也不是一個人做成的 我今天要提出來的 我今天要提出來 因為我不是要討論他 而是我們希望 其實更重視今天我們受到的威脅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的有學術背景 這麼多專業的人才 要投共 要投敵 其實這是我們應該要思考的 而且也是國安單位要思考的 因為我相信 不像大家所說的 這麼簡單 他只是基礎工程 以他的專業背 他如果只是那麼基礎 那麼淺薄 人家不會要他 也沒有必要要他 我正要講到關鍵的問題 他利用不同的頻率波形 他去研究出辨識的程度 那麼這個是我們把一般民航機 照射下來 然後他去研究多少的解析度 可以讓我判讀得非常清楚 那麼這是一個一般性的學術專業 那麼我把他這個技術 在他轉換成回到我們 國防科技裡面 回到我們國安偵測體系裡面 兩個是切割的 而後我把這個技術轉換成 我現在實務上的偵測 換句話說 他看不到實況 看不到實務 局長我要講的重點也不是這樣 因為我相信中共吸收他 不是要他去製造這個東西 而是以他對台灣搖桿能力的認知了解 還有台灣在這個部分未來的發展 其實才是他的重點 他對這個部分到底了解多少 其實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反過來我們現在要探討的 因為其實他不是第一個 在近幾年當中 其實有很多很多 包括我們的國軍也好 包括很多相關的人員 都有去投抵投共的狀況 其實不斷的發生 在這裡我們現階段 有沒有一個有效的方式 可以去阻止 因為不要說他們用色誘啊利誘 尤其他們的薪水可以多高 因為這個是利益考量沒有錯 可是過去其實大家都可以這樣做 要怎麼防範跟因應 這個才是我們想要討論的重點啊 國務委員 他是解析度的專家 但是我們任何一個合成孔勁的任務執行 我從企劃開始一直一直到 執行任務完成以後 辨識度最後我去運用很長一段 他只是一段 我這一次提到 就是說他們要他不是要去生產這一類的東西 或者他到底能做出什麼東西 而是他對台灣在這一方面的了解 比其他人更深 所以他被吸收 好我們今天來探討 為什麼他會被吸收 我想請教一下 陳坤山教授本身 他的家人誰在台灣 都在美國 都在美國 那我現在希望可以提出來的就是這樣 我們很多很重要的 牽涉到我們國安體系跟我們 包括我們國防的一些情資 有牽涉到我們的一些可能比較機敏性的這些人員 不管是教授也好 不管是國軍身份也好 有多少人 他們的親人全部都在國外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統計 我們有沒有掌握 我們對於所有委託 專案的學者專家們 我們會去了解他的背景 那為什麼沒有掌握到這樣 因為他八月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們還是讓他發生了 而且現在連中共都對裸官 我們今天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重視這個裸官的這個狀況 因為他今天只留他一個人 其實可能很早就有計畫性的 想要離開或者是叛逃 或者想要投敵 其實都做好預先的準備了 可是我們這個 他全部的家人都在美國 我們什麼時候掌握的 那除了他以外 像中科院其實也都一直在發展很多機敏性的 中科院裡面有多少人 我們國軍裡面有多少人 其實他的家人全部都在國外 我想這個國安單位其實要切實的掌控 因為未來可能還會陸續發生 你如果家人都不在 他什麼都敢做 美國其實是一個很重視人權的國家 連他們在這一方面的管制都非常的嚴格 國家的利益我想高於人權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國安單位在未來 要怎麼去防止這一類的事情繼續發生 不是人才損失而已 而是我們國家的利益損失更大 我可不可以說一句話 陳崑山教授他在96年98年跟我們合作 那102年的時候他跟農委會的委託案 他出去了 我不管他什麼時候出去 我說的就是說因為他20年來 他中科院也有電展室也有 國防部的電展室都有跟他合作過 這個都是比較機敏性的一些計畫 不是他個人而已 未來怎麼去妥善的制止 怎麼樣去解決裸關這個問題 中共現在非常的重視 就是他們所有的貪污 大家都跑到台灣 跑到美國 跑到日本去買房子 跑到韓國去買房子 把錢都匯出去了 因為他有家人在外面 他一個人隨時要跑都沒有關係 這個部分希望不要在台灣發聲 是 剛才委員說的是我們國安體系 現在完整規範的項目 我會後跟您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馬委員